明元36年 他把这些各地的豪强割居武装 所以三国后来这种 一个刺死 一个太守 割居一方的情况 早就出现了 西汉末年 往往的时候也有这情况 刘秀就派兵把他们全部剿灭 恢复了中国的统一 刘秀 必进来自于民间 所以他了解民间的疾苦 为什么一个皇朝 在中国历史上 开国的几代皇帝都比较好 国家能够马上安定 经济能够发展 为什么 往往开始的几个皇帝 都是来自于民间 他是起来的 民间起来的 所以他在位期间 多次下令禁止残害奴仆 过去奴隶残害的很厉害 很残酷的在汉朝 县制豪墙霸占土地 减轻赋税 免除一些部分县的遥育 兴修水利 对各级官僚 官吏 严加考核 罢免贪官 精简官员 裁定400多个县 那时候中国的县很多 到处都是官 给他裁定 在中央建立了一种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所以社会快速地得到了恢复 这一段历史就称为官吾中心 东汉初年 国家中心 在历史上的皇帝当中 这个官吾帝啊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经常喜欢回故乡 一般的皇帝当了皇帝以后 到了都城 不大回老家的 这个官吾帝啊 忘不及自己的故乡 他的故乡哪里呢 聪明 他多次回到故乡以后 还在老家呀 大摆宴席 宴请父老乡亲 这皇帝很有意思 而 这还不过瘾 他还下令 把他的故乡 提拔一下 故乡怎么提拔呢 他原来的故乡 叫聪明乡 就是一个乡 而他下令 把他升格为县 他把故乡的一个 聪明乡 升为张明县 而且这个县 世世代代 免除摇印 这是一个免税区 因为是我的家 不用缴税的 也不用富劳役的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早晚 刘秀推翻了王莽的新朝 恢复了汉氏江山 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 然而 他的雄才大略 却无法在子孙中 带来相传 几代以后 朝廷再次出现危机 那么这个 曾经被伪君子王莽 拦腰展望的大汉王朝 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